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R1的議程即將要開始了 我們講者非常貼心的 先把他的等一下要演講的slice 先放在投影片上 歡迎大家可以先來掃投影片 然後等一下議程我們會在 剛好議程已經開始了 再麻煩大家盡快入座 今天這場議程R1是由Milo 他是有多年的開發經驗 然後有在偏鄉教育服務兩年的 他今天要給我們帶來的題目 叫做 字有點難唸 叫做你就仗著Pineacom這點好學 這點前端 掌聲歡迎我們的Milo 大家好我叫Milo 然後上面這個QR Code上面的資源 就是會有比較多完整的一些文字的資訊 那簡報透影片基本上就放比較少的資訊在上面 就以重點去提 當初在投稿的時候 就是投說你就仗著Pineacom這點好學 這點全端 那時候是因為 那時候國中生很流行一首歌叫仗著 然後我就把他的歌詞改了一下的內容 然後把他當作是這個主題 那但因為他後來 後來他們開始改名 因為他們跟原本呢 Pinecone那個產品項目有點相沖 然後創始人就說好吧 把他改名改叫Reflex 但Reflex其實也蠻多 創業團隊也叫Reflex 就是了 好那我自己 我自己主修是法律電子跟資訊 然後 我自己本身是想要改善全球頻繁差異嘛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 有去 進入偏鄉國中科技大概教育了兩年 那 那關於律費這個項目的話 我應該是目前全球 貢獻數量最高的開源開發者 就是排除原本的那個核心的 Team的Member以外的話 就是純開源開發我應該是 目前是Kamitsu還是最高的 那 那 因為我現在才剛離開教育圈 然後現在是在一個集團裡面 做那個Chief Engineer 那 我自己本身有10萬的Linking 然後 在Overflow 這Overflow是比較解題的一個 解困難科技題的一個論壇 那我自己也常做創新 對 那這就是我自己 對 好 那這演講的完整資源 大家可以從這邊看 因為這裡面會 因為資訊比較完整 如果有時候你們聽演講 聽無聊 你就可以看它各多的資訊內容 這樣會比較好 好 那 Reflex的發展簡介的話 Reflex Reflex它簡單來說就是一個 我們可能 開發Python 我們一直在想說 人本有一個 我們可能有Django 有Flask 但是我們可能每次用到前端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還是要用 React 或View 或是甚至於的 JQuery這些前端框架去開發 那其實前端跟後端這樣整個 開發起來其實它的工本是非常大 可能在早期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 前端後端 還沒分工這麼細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年代非常 你要後端前端一起開發是很容易 但隨著時代的改變 越來越不容易了 那因為越來越不容易呢 這造成說 假設我們今天想要做一個創新 想要 我們可能就幾乎很難自己一個人去做 那假設我們今天 我們去想一想 我們為什麼會在 譬如說我以前有在醫院去做一些 一些AI的創新 那你可能要收集資料 那可能要出一些複雜的資料 我們一定是首選就用Python 我們不會用JavaScript 我們不會用C 我們不會用C++ 我們不會用Java 我們一定用Python 為什麼 因為Python這個語言呢 本身讓我們有發揮很好的威力 讓我們可以一個人 就可以處理那種很多複雜的東西 那你可以想像 Reflex 就是讓我們一個人 也可以先開發web app 然後就可以去很快去開發出你的雛形 然後去做出你的開發 那這就是Reflex它吸引的地方 而且它開發出來的前段頁面本身 就是react的畫面 那這個專案呢 它目前發展還在那個public beta的程度 它還沒有直接對業界直接開發 那所以現在這東西呢 它學生 我覺得國中以上學生程度 基本上就已經很容易可以從上面自學 那無論是像你的社會上的Maker 或是想要做一些創新專案等 其實就可以考慮使用它來開發 那 但它可能未來在 我猜在大概一兩年之後 它整個已經非常成熟的時候 就可以很容易就直接進到企業做產品開發 那 好處就是你今天在開發MVD產品 你的時間成本就會非常的低 這就是它一個很強的地方 那我也相信未來有 許多python開發者的web app職業 因為我現在python可能常求職人家說 我想要找什麼工程師 但python是輔助技能 那未來的主流也許不一樣 就是說我想要找一個web工程師 它的主技能就是python 它就用REFACE來做你的專案 那你看這樣子的話 python是不是在這個世界 展露頭角的機會跟需要就越來越多呢 所以我很希望REFACE有好好發展 那REFACE的話 目前的話是由 TradeGPT陣營的Ultman 它有做它的天使投資 但是Ultman是那個SamUltman他的兄弟 就是創始人的兄弟 JackUltman去投資 然後Paleato Network 如果大家知道 蠻多台灣很多頂尖的軟體工程師 其實都矽骨都跑到這間公司上班 然後他們都做了這間公司的那個 種子投資 不是天使投資啊 天使投資 那它的2023Q1是開運成長第一的項目 而且種子輪就已經先募了500萬美金 那他們現在正在積極的培養 整個開發者生態Ecosystem 那目前雖然還在早期 但是一旦開發者人起來的話 其實市場對這個東西的接收度 越來越高 那它簡單來說就是 技術家路面 它希望可以充分 盡可能使用READ的ForePower 來作為它前端的東西 但是讓你用起來做開發 又不會像READ的難度這麼高 那它也幫你中間處理Face API 一些穿接的問題 所以當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基本上它會是一種非常方便的 非常方便非常迅速的 那你會發現它就是一個真正的Local 很多一些Local產品 可能都拉一堆圖形 然後拉一拉一搞 要半天還是很複雜 但是它這個寫起來 真的就是神四碼而少 因為它把你的時間大部分都專注在於一些 想要做的事情上面 好 那 我在思考要不要直接Live Coding 還是這樣時間不太不夠 好 沒關係 那個 這個處處環境設定一般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你用VSCode 你可以用Konda來去做這個專案的部署 那等一下有空我們再回來去講 那這是一種方法 那再不然你可以使用那個 Colab去做一些 去開發 如果你去Github search那個Colab的專案的話 就可以用 因為譬如說學校的 學校的那個電腦狀況可能問題比較多 所以可以Web連上網頁可以開發 是最方便的 Misco它有提供Online版本 但是是要付費 但如果你透過這個 Pilac Colab ID這個專案的話 你直接打開一個Colab 你就可以完整開發一個Web App的專案 而且你會有UIL可以導出來 然後可以看一下你直接Web前後端的執行成果 對 那我們就先講 那發布與部署的部分呢 假設你今天開發了你的東西 你想要發布與部署 一般你可能就是要做有幾種方式 一個是Self Hosting 就是你自己架一個網站 但你要會自己架一些Engine的設定 那這個設定的部分在那個 剛剛掃QR Code那邊的條碼 我就給你一個 那個是我自己的 自己部署網站的一個實際的範例 那個就可以拿去參考 那簡單來說 那個Engine的檔案 基本上就是 你要把WebSocket打開 就是前端後端都打開 那這樣Engine設定 基本上 再套用它的Config檔 有做把前端後端跟連接好之後 它就可以部署了 那當然還有一些官方他們要推薦說 想要一鍵部署 就是我今天打一個Command 就程式就可以部署上去 在這部分他們 他們已經做蠻久這塊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一直都沒有把它完整推出來 所以這部分可以再去期待一下 那另外就是我那個 Collab ID那個 那個專案就是 我已經幫 因為讓學生可以 快速部署使用嘛 所以在一些部署的東西 就是學生不用去管 那透過EngineLock 就直接串接到Collab 裡面的Instance 然後去直接 你就會直接得到一個UIL 然後你就可以執行起來你的程式 就是目前有的一些 部署的方式 好 那應用開發實作來說呢 基本上會有 DB的整個 DB的整個Reflex 它本身有自己的一些ORM的方式 那對你來說 你就是去寫寫一個class 宣告你的物件 那這些基本上 它就直接跟Database連動 像Postquare或SQLite 你只要指定好DB就可以連動了 那EI的應用的話 它裡面最多的官方範例就是 直接跟OpenAI的API去使用去研究 那同樣的那一段code 你可以改成是自己的ML的Model 的一些resource的 所以你甚至你可以在Collab 就直接串接好 然後不然的Web應用直接發布出來 那IoT的部分比較少 IoT的部分等一下我會講 因為IoT的話 主要會是走跟MQT結合的部分 那要做IoT的連結的話 最主要就是要跟 使用ReflexAPI-Laut 去做一些所謂的連結 那API-Laut這部分 它是 等於就是開發一個 它可以直接快速寫Web API的方式 那你偷MQTT 去接受IoT的資訊 然後再去轉傳到API-Laut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跟 ReflexWebApp連結 那ReflexWebApp 它也現在都有一些方法 可以直接包含在 Native的手機中 但其實它手機是 被包在WebView裡面 那WebView裡面 因為你可以 去Call JavaScript 所以你可以透過WebView 再以JavaScript的這個 Bridge的方式 跟每個手機 它的一個Native的一些Sense 或者是Native API去 達到一個互動效果 對,不過初期來的話 ReflexWebApp 它應該還是鎖定在 ObiApp 還有所謂的 網站上面 因為網站通常 是我們第一個 概念產品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會希望 一開始先有一個Web出來 那之後我再進階的去開發 看要不要更深入的 那個Native的App的方式 對,那就開發的角度來說的話 我可能先用一個很簡單 一個Python檔 我就先 可能大概 設定大概300行以上程式 我就直接開發一個WebApp服務 然後去驗證市場可行性可不可以 對,那你這個開發出來的程式 就是先讓它 Mobile Mobile Web App 還有那個 桌機的Web App 先可以讓它亂動 那可以亂動起來之後 你再進一步看 要不要再深度去開發細節的功能 那這個就是 我覺得它 這是一個還蠻合適的開發方式 好,那我們現在的時間 我看一下 現在 所以這樣 快速講講之後 我們大概講了十分鐘 那其實 大部分的主題應該就講 那當然我有一些 後面有一些那些 大家可以看 那 這些整個大概論大概講完了 我們 就來實作吧 實作的話 我們可以從這邊開始 這邊 我想要 好,我先來實作 VS Code的方式 不好意思 太大聲 好,那我們可以先來一個 實作的方式 要大一點 大一點 好 那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 那 那通常的話 因為這個VS 它的改版其實非常快 而且相依套件很多 都會變來變去 所以說 為了要避免不要讓自己 電腦的環境亂掉 那通常 我自己習慣是用空打 那有人會用Poetry 或是你的VIRTUAL UMP都行 但因為我習慣用空打 所以我今天 我就先來用空打的方式來講一下 好 譬如說 好,我現在應該提 我隨便make一個 好,RR 那 那一開始 我可能會需要環境 那我就先看一下說 空打的話 你可以去安裝Anaconda 把Anaconda安裝出來 基本上 基本上 就會有那個 就有環境 那我平常就要安裝 譬如說 我空打 create.n 那我現在要安裝一個名稱 叫做 TEST Reflex 那我使用 HISON 3.11版 那我就去建立一個環境 好 那就 給它突出的話 去建立環境 看一下 好 那它這個環境就出來了 那你可以 你可以看到說 在我的環境列表 也有一個 就是 這個 那我這時候就可以進去這個環境 好,我就進去譬如說TESTRX 好 那我就跳進來這個環境 那我一跳進來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 基本上它全部都是一個乾淨的環境 那 我可能就要來一個 那我一開始要安裝套件 那按Reflex安裝的話 基本上就是直接Reflex PIP install Reflex就可以 那我們可以先鎖定0.2.0 為什麼呢 因為 它這個Reflex專項它在開發過程中 其實就是 因為進展非常快 那有一些測試 它還不一定很完全 那0.2.0 這個版本 我之所以推薦是因為 他們在發災版的時候 我有花蠻多時間 把它那個 一些 協助就是溝通 討論把Bug修掉 所以從這邊 版本去切入去 自學 這個Reflex方向的話 我覺得是最方便 因為它說 你TESTRX可以弄得動 所以 在學習上 自學上 會比較快 那 每一個版本都有一些更新 它就會導致Code不動或幹嘛 那那對一單初學者 可能會 難度太高 但你可以從這邊 開始先對Reflex 有第一個類似 所以我們就先裝一個 Reflex 0.2.0的版本 那我就安裝下去 然後 等一下喔 我在手機的網路 可能有點慢 好 在安裝中 那這我就等於在這個空達的虛擬環境之中 來去安裝了 這個Reflex 0.2.0的這個版本 然後你看到看它所有一些相應的套件 其實都在這邊 Reflex它用到Face API嘛 然後它有一些繪圖的方式 就是它們有去做 然後什麼 這都是一些 Wave Saki的一些相關的一些 套件 然後還有這個 SQL 連結Database 它用這個去連結它的Database 好 那現在這個專案 好了 那我現在想要做第一個專案 那我就是 Hello Reflex 好 今天想要做一個Hello Reflex 那我第一開始我就 然後它這個如果是旧版的話 一般還有所謂的NodeJS相應套件 那一般來說 你會需要 should do 假設你安裝完第一版的NodeJS之後 你一般會需要 should do MPA install 然後-g 安裝一個叫n的套件 這個套件安裝完之後 你就有一個叫n的command 那這n的command是幹嘛呢 是你可以快速指定 譬如說我現在 我現在要快速指定一個版本 ok 我現在要快速指定某一個 NodeJS的版本 要密碼換了 ok 好 那我就可以 你看 因為我可以 因為像我自己在幫開他測試 中路常常要換不同 NodeJS版本 我可以隨意切到任何一個 NodeJS的版本 我不用再額外去移除安裝 我就直接 透過n 可以瞬間換到每一個不同的版本 的NodeJS 對 那 好 那我就以這個版本為主就好 因為它底層會跑nodeJS 它有跑nodeJS 那 那 n的版本 n的版本 在這 它有它一些相應的版本 不過 這部分我們就先不細講 那 你如果JS的環境好 那Python這個reflex也好 那這時候 你可以直接reflex 引力 你在這資料架 就是 它的資料架其實就是 project name的名稱 就是hello reflex 那 你還要做一個引力的動作 引力的動作 引力的動作它會幫你下載 像是 bomb 這個 rong time的東西 bomb rong time是什麼 它是一個 類似NodeJS的東西 90%幾% NodeJS的東西 它都套間可以安裝 它是 感覺是矽骨的另一批勢力人 他們在發展它 好 OK 那現在這個裝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 那我基礎的環境下 可能就是 它已經有這些東西出來 那當然 commit code的話 你這些code都不需要 commit進去 它主要就是 icon 引力 然後還有一個主要檔案 就是它一個初始的程式 那我們現在可以就是 直接把它 用 vscode 但我看一下這能不能放大 哎唷 可以耶 好 第一次再 把vscode放大 那我們就進來 那我一樣 我還是一樣進去它的 環境 咦 打錯了嗎 看一下 TESTARX OK 那我現在就有一個環境 那 這個 這個 這個不用理 主程式其實就一個很簡單 就這個 一開始引力好的 主程式就只有這個 那這個就是它的主程式 那我們要把它跑起來 reflex run 翻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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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程式現在就拋起來 嗯,好 看我這個時間沒有掌握得很好 我回去會再把一些教學資源的影片推到那個PipeCon台灣的社群上 大家可以去追蹤 那這就是它一個基本的一個程式 它其實前端是用lead 它程式碼就是大概 你可以看到前端後端 大概就是這幾行 那它後端這邊它沒有寫字 後端其實都寫在State的裡面 那它所有的做扣都是前端就是在這邊 它怎麼去修它的前端的樣式啊 然後放了link 它放了一個link 然後放了box 放了一個heading 你可以知道heading box 然後link在這邊 所以它就只做這件事 它前端就出來 那當然還有很多一些應用 譬如說 譬如說像我之前已經部署的 這個 Pinecon Front M 好像這一個程式 它是一個snake game 我記得是寫了100多行嘛 它基本上是前後端在穿動的 那 你可以發現你一樣可以按進去操作 那資料其實在後端前端跟後端都有去跑 那這snake game大概100多啊 那學生 對學生來說在Python大概壓在100行 大概就是他們的極限的一個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那時候有去教學生去像做一些什麼達理程式或什麼啊 如果你們剛有掃那個QR code的那個朋友們就可以在上面看到這一方面的資訊 那 Colab ID這部分的話 它也可以去幫助你來去執行去使用 那 那這Colab ID其實就是像假設今天有用Dupid的那些 或者使用Colab一般可能你們一開始就會成是就執行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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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操作方式也很簡單就執行 執行 執行到最後 然後 不過因為我們時間不夠 這到時候會在那個網路再次跟大家持續去分享 那大家有機會可以去跟進到這些 那我們來聊一下就是說 不好意思因為我的時間掌控沒有掌控很好 那我們 它這個環境就是你可以完全自動裝 因為它其實Colab它有完整的一個instance 那如果今天你在學校教育中 你可能常常會碰到一些Windows系統或場域問題 讓你不太好把環境建立起來 但是你只要叫學生開啟這個連結之後啊 它馬上完整的環境就會直接都幫你去安裝設定好 你也不用怕電腦被破壞或怎樣 那它就可以直接在上面開發Web App 然後並且 並且它環境都直接安裝 而且你可以讓它Web App開發之後 有直接的UIL就公開出來 那它可以透過 掃這些QR Code的方式去跟朋友分享它所開發的成果 那它甚至於開發一個OpenAI的應用 它不到70樣的程式就可以做出來 那去對小 對這種國中生來說 它們可以有一個比較簡潔又好用的方式開發它們一個Web App 然後可以run在手機可以run在電腦 因為手機跟電腦是大家平常最熟悉的東西 對 那這對Python的學習會很好 然後 它也會有比Squatch還要完整的程式的概念 那UIL對後來高中或大學其實都會有蠻好的幫助 對 那它這是一個都在自動安裝的程式 好 那 我們的時間看起來 已經 那個有 大概也有限制了 那我們來開 對 我來講一個東西 就大家 就這些 這個東西就是那個掃描過後的樣子 它所有一些相關聲音在之間 那大家有任何問題就可以持續跟我保持聯絡 那 這些是一些教育的東西 譬如說 譬如說 你可以在學校發現有一些同學 他不一定認真出 但他 他對於想要做某一些挑戰嘗試某些事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會嘗試學習不容易 像他就是在做一個爆電容的機器 所以同學在做爆電容的機器 但他們還自己想好安全措施 那 那 那是他們在玩那個 達利Web App 就是他們使用那個Chair GPT去拍發出來 然後稍微改一下 可以有玩 達利這個Web App 那 像有時候可能學生也可以使用Python去做一些控制 做吸塵器 那當然是接著Pico去做的 那 那他們也可以做一些藝術的一些燈光設計 那這些東西你可以接著IoT 也可以接著AI 其實都是可以一起整合的 那 如果我今天想要 就是你好奇 Reflex的專案攻線 還有一些相關資訊 這是因為之前衝刺的時候 有留下來的一些筆跡 那這些東西加了 大家就可以持續去沿用 那基本上就會 很方便可以去切入這個專案 那 那 目前 然後 9月16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來繼續 就是 這個資訊 就 如果你們對這專案有興趣可以繼續來繼續 我們就可以更多的去聊聊 甚至我們可以去成立一個社群 希望台灣能夠有比較早的 這技術可以更早切入去弄一個社群的機會 然後讓未來的Python人 可以更多開發不同Web App 創造直接對世界創造有價值的應用 對每個人 都是一個僱傭者 你可以從一個人開始去做這些應用 那我們 大概 就這樣 那現在還有還剩五分鐘 好 我們感謝Milo帶來的分享 大家可以先幫他掌聲鼓勵 對 還有五分鐘的時間 我們來進到QA的環節 那 這個QA非常多 Slides上面有非常多的問題 對 那我先幫你唸 然後你可以幫我找找看史萊塢 好 那 目前的話 我們先從就是Voting數比較高的開始問 那有 線上 線上的朋友有在問說 為什麼不是去Google工作 這樣子 對 因為你前面有介紹到 你要受到很多邀請 喔對 為什麼不是去Google工作 因為就 你一扣他那個考試官沒考過 就在這邊 可是你就是過不了 就這麼簡單 OK 好 那 還有很多朋友在好奇說 就是關於Streamly跟這個Reflex的差別 因為 看Code都長得蠻像的這樣子 喔對 Streamly的話 它其實前端它的設計也是用旅App 但它的產品定位 它就是要 專門是做Data的一個 Share的一個 所以它 Streamly其實很多人當初在開發之後 他們有時候會想說 我可不可以把它開發更完整的Web App 但它會發現說 還是有一些局限 但這些局限也是可以理解 因為 它定位本來就是Data Share App 所以 但也是因為這個趨勢 我覺得 才會讓就是這種 這個Pinecon 也就是這個Reflex 會有這麼多人去支持 是因為 它的設計會跟 這個Streamly就不一樣 因為它的定位 就是說 我今天是走General Purpose 算是一個通用工具 而不是說只有單獨針對Data Share App 對 所以會是不同定位 但如果我今天就是專注 只做Data Share App的話 那我覺得Streamly 一定是最好的 但如果你想要走General Purpose的話 大家就可以考慮我們的Reflex 好的 那還有 還有問到說 Reflex去做大型的網站的話 它的速度或穩定性是 有被驗證的嗎 就是Production Ready的嗎 目前它當然還在Public Beta嘛 所以它還不能稱之為Production Ready 因為連官方自己都沒聲稱 那他們自己的 目前的 我觀察他們的 開發大型網站的方式 其實它就以自己的官網 然後吸引很多開發者 開發者會常常去 瀏覽他的網站嘛 那 那他就以這個作為 他們的一個驗證方式 但我覺得驗證應該 不會那麼快就去有完整 所以說 你們如果現在是用Reflex的話 很適合就是說 你做一個 可以做 如果你今天你確定的流量 沒有到很大 但是你會想要做開發 希望開發成本少一點 這時候或是像Maker他們的網站 可能就是這種類型 那這時候 你們可以考慮Reflex 但如果是大流量網站 我覺得可以再多觀察 我覺得之後如果有PC 就是它那個Deploy的功能出來之後 它應該就很會有一些機制 要確保大型流量可以做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在切入 考慮大型網站 是一個好的時機點 然後再來 Swing是單純利用Python 來快速開發的Web工具 請問你是我比較過Reflex 跟Swing的差異呢 SwingNit我沒有花時間去開發它 但我一般我是去看網路 大家對它的評比 那 那SwingNit就是 DataAppShareApp 那 Reflex的話是比較 General Purpose的 譬如說 哎呀我現在好像沒辦法直接講 沒有如果你去看 看它 GitHub的一個 ReflexDV 它一個最簡單的翻譯就是說 我現在就是一個 起司長 這邊就是後端的call 要不要 這就是後端的call 整個後端邏輯 有寫來這邊 那這是前端的call 前端就是很單純做部署 所以如果你有寫過Swing UI 或是Flutter等 看到這個東西就會覺得 好熟悉喔 然後後端邏輯又寫在這邊 前端就是在這邊 它會自動把Python 跟Compile成Reader的一些 Component的那個頁面 那它那個程式出來 它跑出來就是 沒有載讀 沒有載讀 就是這個程式 你可以直接透過達力API 然後前面做轉一轉 然後去搜尋 像它剛剛這個程式 就是不到100行 然後全端後端全包 那基本上這個比較 Germinal Purpose的東西 它不會只有DataShareApp 然後再 好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然後還有非常多的問題 那 等一下我們 講者會在後面的 交流區的地方 那我們再次用掌聲 歡迎 謝謝我們今天的Midlo分享 那我們會休息10分鐘的時間 那下一場的話 也會在這邊 在這邊會進行我們的 最後一場的議程 好歡迎大家過來 請聽 謝謝 謝謝 謝謝